他们说的 我们聊的 都是你们最想玩的 刚知道的 才公布的 全是本周最热门的 欢迎收听机会网新闻节目 家丢news 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集的家丢游戏新闻节目 我是Nadia 大家好 我是系统部 然后日天 各时四事 新的一周新闻 无力了说的 无力了 对 我感觉这个不是很好 我得尽快想办法换新的 我以为你要调整一下精神状态这种 没有 我只是在脑海中刚刚在想 有没有什么能够迅速替换一下的 但是并没有想到 还接着暂时用这个 然后又是新的一周了 然后我们还是先说一下这周我们关注的新闻 然后龙舅就出差了 还在 比较忙 龙舅特别忙 疯狂的坐飞机 对 我很希望他回来录新闻节目 因为上期龙马点评我们的新闻节目说录得特别丧 但我觉得需要龙马来带动一下气氛 援治他了 对 行 那还是先简单说一下新闻 首先就是NBA2K20公开了 对 公开了封面 首先标准版和豪华版的封面球员是谁呢 是安东尼·戴维斯 然后传奇版是韦德 大家图应该都已经看到了 然后游戏9月6号就卖了 是 对 到时候喜欢的朋友可以就直接购买了 喜欢篮球的朋友 西总你是不是肯定要买一张 我只希望服务器能稍微再好一点 19时候还是不行 我19说实话没买 阿边和渣谎不是拿NS玩的 对 之前的体验确实给我不是特别好 然后19的时候 后来等到国航的时候 然后跟阿边聊了一下 他说其实国航的起码对战服务什么的没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太晚了 所以在线上交易这部分就没带起来 所以就没有什么办法 主要是 其实每一年2K宣传觉得都是这样 然后这一次的话 现在公布内容还不是特别多 然后尤其像体育游戏这种 如果是每年一更新的话 大家更在意的可能是一些 真的是一直玩的人才有关注的细节 对 比如之前头上时机的变化 还有碰撞 还有一些出手动作什么这种 对 如果是一个新人的话 可能就没有太看得出来 对 这通过对比才能感受出来 这座有什么变化 对 当然了 这个满不满意 也是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 是 对 等后边公布其他消息的时候 咱们再看 好好好 继续是微软公开 首先是公开七月金会员的惠美游戏 像这个inside 然后这个big crown showdown 还有这个mid robinson's 然后包括恶魔城月下夜城 是 我已经吓好了 但是很苦恼的一点 是我现在不知道为何 我的语音是英文的 应该可以调 我把这个地区和显示语言都调了 然后现在我的游戏是日文的了 但是语音还是英文的 这是不是那个下载 在地区有 就跟那个不兼容 因为那310时来游戏 我这个周末删掉 再下一个试试 除非你整个改成日期 那开场是太那么逗了 尤其放魔的时候 我回到放魔 就是开头打boss之前 那两句话 给我笑了 有点介绍不了 但游戏城里 尤其的调性就是这样的 对 它就是一种 得日文的 我觉得真的得日文 对 那多谢谢 就像我当时 我这个Steam上的血污 我刚进游戏的时候 发现它配音是英文 对 然后就听着特别的怪异 立刻就给改了 对 就赶紧把游戏退了 而且血污的那个中文文本的翻译 应该是按照英文 英文开本翻的 而且有时候有很多问题 对 然后就跟日文的合不上 特别奇怪 对 然后尤其是语气合不上 是 特别神奇 这个翻译问题挺严重的 是的 对 然后错字什么的 哎呀那错字缺字的简直了 是 那个咱网站不是有一篇文章 对 然后因为这个反正大家都通了 你玩不到死这怎么会通 对 然后之前玩的时候 我一边玩一边笑 就是打那个兔女狼 他不是叫邦尼吗 对 然后获得魂 那个能力叫变成丽丽 对 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 就是类似于这种 就是现在来说比较低级的翻译错误 还是比较多的 可能下周本来 那个龙马回来本来我们还想录个那个圆桌录那个MetroVenia 恶魔城哪好玩 对对对 但是 你得说那个仓越哪好玩 对对 仓越哪好玩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雪巫 我必须得说 雪巫做一个游戏制作那个毛病真的特别多 对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毛病多 你反而觉得我好那个武士兰做恶魔城的那个流程 对 那个系统 还有整个数字那个曲线制平滑 特别牛逼 我感觉玩到了才知道 就是这些特别细腻的体验特好 是 就是你要是从初期玩到中后段的话 你会发现这游戏里边的一些就是纯粹是在这个工作量上不够 或者说细节嵌打磨的这些地方会让你觉得遗憾 它不是 是真不可能它是真不会用虚幻 那有的boss下那种场景就是有那种旋转变化的时候 能不能看到那三里面有缝 是 包括打击框的这个判定是不是这个够合理 但是做的真好 作为我就是作为年轻人的第一款罗莫城 那你的第二款罗莫城去玩月下也非常的不错 我都吓好了 玩月下之后请你拿出你的3DS买一盘这个 苍蝴 苍蝴 对 是吗 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玩的罗莫城是那个NDS上最后一代 被波多刻印 对 刻印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罗莫城 那座也不错 其实NDS上那三个都还行 对 就是废墟的肖像 苍蝴还有刻印 主要就是你当时用模拟器玩 按着手头 特别淡 那你去找个GBM先生从小月玩起 或者你直接就那个PSP上那个历代记 历代记是吧 对 所有的都来一遍 是 对 但是我一定要说啊 这个GioYang的和声 我现在我还没下成功 你气死我了 每天晚上这个快点 我觉得《恶蝴城》以后应该出一个吃鸡游戏 我觉得雪雾 真工人对着屁的吧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突然 我这周我突然发现 就是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GioYang的和声 竟然是线下兼容游戏 然后我就和这个超个Wing说了一声 然后和这个阿斌也说 我说要不咱组个队 最大支持六人呢 和声一下 对 然后过两天之后 他俩全下完了 然后我发现我拿主机下 拿网页下 都不行 拿手机下 都下不下来 就是都购买失败 然后因为之前那些索区的游戏 我全都购买成功了 所以这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卡在哪 然后今天经文四事 原来也开始玩了 对 拿了一下就支付成功 一下就吓好了 对 反正我还在挣扎这个事 尽可能的尽早购买成功和你们联系 感觉没有那个 没有MetroVinia经历的朋友 真的可以从这个雪雾入手 体会一下这个魅力 确实很好玩 它是一种流畅体验吧 我以前完全没玩过 觉得玩上感觉特别的爽 嗯 嗯 行 然后Vinia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新闻 是他公开了这个7月份的XGP 对 然后也要加入XGP列表的一些游戏 像是这个中土世界战争之影 像是丧尸尸围城4 还有这个Undertale 对 等等游戏 还有这个后边还有很多 然后大家可以点到这个新闻页里边看一下 我记得最近这个僵尸三木雪 即将结束XGP 即将离开XGP列表 还有那么几个游戏 大家可以这个关注者 瞅一下 看一眼 对 然后还有那个所谓的精神魂斗罗续作的那个 就是风格上非常像MD Blazing Chrome 对 这款游戏也是加入XGP的 呦 非常好 7月11号 对 同时就是首发就上 就是 整画克罗姆 不是Blazing 是 Blazing 对 就差不多意思 对 可以看一下 然后继续是 炉石传说 公开了新的扩认包 奥丹姆骑兵 87号上线 135张新卡 新的机制 新的玩法 没啥可说的 我都学会了 每个季度可以来一下 以后所有炉石 我都这么说 对 顺带一提 卡普空卡牌叫Tappen 对 今天是吗 今天上 但是国区还没有 我们录节目的前面 还说日区都没上 日区美区好像都没有 美区有 美区有 对 日区还没上 还挺期待 想玩 看名就是个日语发音 对 就顶点的意思 学习了 学会了心脏 但我没想到 英文 英文是直接拿着日语 这词的发音来的 卡普空的英语 那真是本 本堂上手 跟日天老师聊天 长知识 哪里 哪里 本话 挺好 应该开个课 对 咱来个 教学班 继续是 上一期新闻中 不是说 最终开想14 为了宣传5.0 新资料片 然后拍了三个动画广告 然后第三支广告 也正式公开了 前两个广告里的男主角和女主角 在游戏里相遇了 在游戏里相遇 一起冒险 然后后来结婚 等等这样一个事情 现在外服已经上 国际服务已经上线了 5.0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玩到了 玩了昏连黑夜 那是 日月五光 因为这个 再等第三个成语 因为V2B有那个玩特狠的 有一个彩虹事有一个小红帽 就是惊人的这个高时长的FL14 然后5.0一开 看他超耐久 30个小时 声声直接打到出演 可以 然后玩了之后又玩了 将近就七八个小时 我真的太服了 行 很多人都玩得很疯狂 真的非常疯狂 而且最近FL14出了和肯德基 对 这是国服最终会想14 和国内的肯德基有一个合作 是你买他那个套餐 然后能够送你一个座器 但是那个套餐是大概四个人的量 因为他有四杯饮料 那雪哥一个人可以 对 然后现在很多朋友在找这个带吃 带吃服务 那那是四个人给四个码 是给一个码 就是肉嘛 那对 太可怕了 就让人想起了去年和前年的 这个避难幻想 有过的那个 就是感觉那个好像去年 前年有一段时间 那个日本留学生啊 这个伙食 已经被很多人吃 完全包了 买的劳吃 太早了 我觉得肯德基 就应该专门在这个柜台边上 列出一个队来 就是你希望和别人组队 然后一块吃这个套餐的人 对 你组四个人 然后买一个 然后 那怎么说 打起来了 就肉嘛 然后去贴吧挂的 对 行 可以 挺好 然后继续呢 是传送之物的新作公开了 是个手机游戏 叫做传送之物 Lost Flag 然后2019年内上线 没啥可说的 对 就放了个片子 然后继续呢 还是一个手游 是这个 马里奥医生世界 公开了一个 这个多人的 这个 对 模式的演示 片数可以说一说 行 之前其实公布呢 就是游戏的 单机部分的玩法 和教你怎么 磕金用道具 单机部分 其实把传统 那个马里奥医生的 这个游戏 改编成一个 消除的解谜游戏 而不是以前那种 纯消除 不是纯土色消除 对 就是利用有限的 这个药丸 就是这个药去消病毒 这次的 这个 多人玩法 其实更像是传统玩法 只不过他融入了 这个每个医生的技能 和一些 类似那个 扑哟扑哟一样 给对方 那个你这消除 给对方那加 加障碍什么的 然后也有这个技能 和他这个攻击的 这个槽 就到这个几层了 就你越往后打 打的可能越火热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其实也没太大说的 然后还说了说 用社交网络 绑定方法 搜索好友 然后送心什么的 送了体力 跟斗地主 对 就各种游戏 什么candy crash 反正也没啥说的 官方就是 一部分一部分的 透出更多消息 就等这个游戏 正是上线 说是在7月10号 马上了 那就可能没有更多消息了 对 马上上线 大家可以到时候下一个试一试 继续 还是一个手游信 是高达创会者 系列的新作 高达创会者 Mobile 对 就是公开了 知道就行了 是 然后也展示了一下 这个游戏 其实玩法 还是你自己去拼高达 拼高达之后去战斗 自动 它有自动战斗模式 对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手动操作 行吧 它这里边角色画风还挺好的 比这个 就是挺不像 它以前TV的那些人设 或者什么的 但这回可今应该就是 刻各种零件 零件太可怕了 那不是刻体力吗 也有可能是 就都可以刻 真行 最开始都是开着那坦克来的 都不是MS 你怎么对钢坦克有预言 那么帅 钢坦克其实也算后期了 最开始有更原始的一些东西 钢坦克 我想起来我特别早之前 然后在我朋友家玩PSR上 那个高达那个游戏 然后我们俩对战 但那个时候 我觉得高达没有任何了解 然后我就选了一坦克 因为我觉得看着还挺酷的 是 然后他在山上边 然后我在山底下 然后我们俩在那对射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刚坦克 就是可以把自己推到空中 然后推到空中之后再掉下来 然后我就把自己推到空中 开一炮 然后掉下来 然后我的朋友在身上 根本都动不了 玩一个 绝技 对 然后我当时觉得 这个太牛逼了 行 赛高达 赛高达 太牛逼了 行 然后手游是秋季上线 夏季 对 也快 也差不多 对 夏季上线 到时候大家可以下一个 下季可能就是秋季 是 然后再下一个保姆大师 还都在夏天 一套一套 对 都下 继续是牧场物语 再会的矿石镇 正式公开 其实就是牧场物语矿石镇的伙伴和 牧场物语矿石镇的伙伴女孩版的 这个算是一个复刻 复刻合集 但是最开始大家都挺高兴的 是 感觉你们都玩了 刚看见态度的时候是真高兴 对 结果没想到的是 随着这个时间经过看到 一张熟悉的面孔 变成了陌生的脸 大家也很震惊 这么苦算 对 因为大家看 说不说话 对 以前的一些男男女女 或者一些奇异生物 都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而且并不是说 重新按照以前的神韵在画 就是重新创造 对 平衡世界的感觉 对 反正没啥说的了 我感觉 网上好多以前玩过这游戏的人 网友也在说 为什么变成这样 挺不高兴的 对 就是一种你已经不是你的感觉 对 而且它并不是说是几个 就是关键的能结婚的对象 重新设计 是所有的角色全重新设计 是 对 但是某些方面来说 这个是很良心的 是 可以 可以 行 他都是重新给你做了一下 干事了 反正 他只是做的不太好 就是 或者我们就说风格问题 是 风格不同 他那个就是那种3D化之后 就会显得稍微有一些 这个不尽如人意 对 反正这个游戏是这个10月17号 登陆NS 想再体验这个矿石镇的朋友们 可以到时候购买一个 我说当年创业阶段 这羊毛和牛奶 没转往下刮 反正我是天天就挖矿 给自己挖了昏迷 是吗 对 然后第二天继续 你们这 也比大雄说现在轮到我了 你们这挺真可怕 真的好游戏 推荐自这可以 是吧 沐上物语 对 特别好 就是一个特别 按现在话说 有点稍微有点 我先接触沐上物语 我是先接触的 福文工坊 那就有点那什么 那个很爽 是福文工坊玩了很久 也不知道是哪代 也是那么内心 这个游戏是真的过日子 那是啊 就是你每天算账过日子 算账过日子 对 就中中地 然后出去跟村民聊聊天 聊聊天 送点花什么的 对 就这种 然后 你也可以送人的萝卜 对 是 对 然后可以跟那个女神 崔丁可 什么这种 是 多好 是 挺好的游戏 继续是 初音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头 用了初音的歌曲 是世佳公开了 初音未来歌集计划新作 叫做初音未来歌集计划 Mega39 对 然后39 其实就是 Mega39 下链三链 其实就是 Thank you 其实就是 对 就是日语 对 本当上手 是 就谐音梗 对 然后也是初音的 对 其实就是懂的 自然懂 不懂的 说了也 没什么道理 解释出来干巴巴的 就这个谐音梗 对 然后这游戏 也是初音未来歌集计划的 十周年纪念作品 好快 对 收录了101首歌曲 然后300套服装 哇塞 对 就巨多 就各种服装 可以换来换去的 那我就特玩不了 这种 是吗 太花了 我看不清普遍 对 不太擅长 其实习惯就好 真的吗 对 我还借过片四版 没关系 就是因为他后边有 就是因为他后边有演出 是吗 所以所以 对 一方面是有演出 另外这个他飞出的 他的那个 对 他弄的落的那个点 不是唯一的 是 你也没有明确的一条线 去判定 是 所以那个东西 其实有点像 有点仙剧员团 我这么说 就是这个游戏 让我非常绝望 你说我玩夏洛世 我就明白 那么精准的判定 然后我玩这种 我又看不清 就是废了 你知道 而且他有点花 是吧 玩不了 真是玩不了 这类型的游戏 其实这种游戏 都是鼓励你多听 是 等你把歌听明白了 你也就大概知道 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 是吗 我第一次玩这个 的时候 是借我哥的片子批 我后来都没有玩 我就在那看那个MV 就挨个看一个 然后换个服装 啥的 我都玩不进去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当冷冷玩的 对 但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 狂玩那个初音的那个街机 它是触摸吗 不是 是四个实体大鸟 那个 那不是也有周边 有外设的 有外设的 拍的手头 因为那鸟有点高 对 后来那个LiveLive的街机 也用了一样的这个方式 对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 应该 就是按理说 应该能做成 那个DJMAX触摸版那种 那个Technica 对 是吧 还是叫选风 我忘了 就是那个横着扫 对横着扫两排 对 但其实那不太好 我觉得那种 就是 戴手套玩 是 现在都戴手套玩 玩音游 对 然后我去 唐吉克德上面那街厅 居然那个自动发明街 里还有卖手套 是吗 对 多好 好像200日元还是多少钱 你可以买一副那种白手套 当然我觉得你自己家里弄一种 就那个 下地干活 那种 那是 摸不上吧 下面有会玩音游 下玩 下玩 你试试试 我试试过 行吧 那你可以玩那种跳舞的吗 对 扎子档子 再把脚给崴了 横着就飞出去了 你说扎子档子的 玩特别好 算不算预避性玩家 算 算 是吗 肯定算 但我总觉得他好像没从扎子档子的这个玩家里边选过吧 可能跳舞的KOL太多了 是 你刚才TikTok是不是 Instagram上太多了 练习时长两年半 行吧 然后初音的新闻是这个事 继续是《侮辱之地3》公开了一段小闹闹的中文配音预告片 配台行 然后居然还有脏话 没低调 对 就这种脏话直接就说出来了 但他这个会不会到最后也会有两个版本或者这种 不知道 现在 挺逗的 反正是听着我觉得还可以 对 就听着没有太出戏那种 我觉得不错 然后游戏是9月13号就卖了 大家可以到时候体验一下 继续是查背头的DLC有公开了一个短的预告 对 这个DLC叫做The Delicious Last Course 最后的美餐 差不多这个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 对 然后公开了两个新的BOSS 然后还有演示了一下第三名可使用角色 就是这个Challis Challis 对 就是这个圣威 应该这么理解 这个圣威小姐 对 就这个女性角色 也是第三名可以使用的角色 然后DLC是2020年上线 其实是延期了 对 官方之前说来的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预告在这个任天堂的官方 这YouTube上也放了 所以玩的是NS版的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等待一下 对 继续是APPGames的CEO 前两天在推特上 说这个 退钱 对 就是参与了沙姆三众筹的玩家 可以来 来找我退钱 来找我们退钱 对 这给他能了 是这样一个 是 行 因为这个牵连的方面有点多 对 那不是众筹的钱 他退吗 那就没有预定吧 不是 你不众筹 他退你什么呀 对 因为他实际上是说 就是这个东西 不是想退就退 是原本承诺发码 但是Steam那边是说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同步手发的话 我码不发出来 码不发出来 但是发行方是Deep Silver Deep Silver还没有在众筹阶段就承诺 或者说没有核外Snet 这个达成发行协议 所以他不能来承担这一部分退钱的事 然后IP又说我来 然后IP又说 就是既然是现在变成我独占了 那这一部分的损失呢 也不会让这个工作室自己来退 那就我来退 那他这个大概渠道说了吗 他在推特上并没有说 应该是详细的信息会在后面陆续公布 当时看到的时候 结果是退到你这个iPad Games商城的 哪应该不会 太牛逼了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我之前那个Konami那个决斗者遗产 NS那个说Konami承认 说让预定玩家可以来退款 然后我留了信息 然后留的银行信息 是我在日本朋友的 然后压不给退 为什么呀 他跟我说你这信息是不是有问题 什么一直拿这来搪塞 说两遍 然后这钱好像一直没到账 你觉得你那个朋友是真的 还是这个 还是官方是真的 反正我觉得官方处理这件事有问题 好像就必须是NS绑的那个人的信息 必须和一样 就必须得是你本人 等于你得在日本生活 才有这两方面能对 多少钱 3000日元 那不少 天天的钱我都能买点买盒实体卡了 那就没有着落了吗 这件事 应该是吧 因为那个日期应该是已经过了 现在完蛋 没什么办法 希望反正 Epic Games这边退款 稍微顺利一些 然后这位不也说了吗 他说之后如果还有陆续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转移上升之后 对就是如果牵扯到其他上升退款问题的 那么他们也会按照这种方式去做 当然他们首先可能还是会和类似Steam这种平台去聊 说能不能先慢慢发出来 如果实在不发 那就他们来退 是 行吧 反正就是这么个事 如果你参与了沙姆餐众筹 然后现在非常愤怒 想退款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是 继续是 根据Gamingformer的消息 说冰牙龙会加入到 顾曜猎人世界 iceborn里边 已经有视频了 对 然后也是他们前段时间 不是去了卡古空这边 对 然后联续到了很多新的事情 然后冰牙龙会在iceborn里边登场 对 因为其实已经7月份了 所以我估计可能陆续在后边 还有一些喧发的节奏 然后尤其是 它本身上线的时间还是在9月 LTGSE比较近 我估计可能到时候现场还能搞个比赛啥的 前期的话 我估计尤其是到8月前后 网上视频应该会不少 然后看冰牙龙这个新的模型 还是相当之细致的 那当然得细致的 这个爪子这块 居然还做出那种毛发的效果 感觉是更符合设定 更合理一点 因为之前他两次测试 他的第二个周末不是面向所有玩家测试吗 当时就已经有玩家遇到了迅龙 对 然后这一次的话 等于是他会陆续的跟玩家去公开一些老怪 比较熟悉的面孔 挺好 但是漫威蜘蛛侠说要免费更新两套服装 这个服装都来自这个蜘蛛侠英雄远征这个电影里边 对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看了 看了 反正这个我还没看 反正一套是新的彩色蜘蛛装 一套是那个黑色的前行 夜猴侠 夜猴侠 没错 他这个不光是这一游戏 其实索尼影业 他昨天也就是周四的时候 放了一个小的预告 就是漫威授权的相关的大概三个游戏 都和这点有联动 对 他们这种长稿 未来之战 也有联动 抽卡 抽英雄 还有一个好像是就是宝石消除那游戏 我不记得叫什么了 也有联动 神秘课也会出现 所以其实这种联动 我觉得可能 就是作为漫威迷利来说还挺愿意看到 互相来为搞一活动 对 挺好 继续是必然航线 Crosswave 公开了新的预告片 介绍了一下游戏的各种系统 比如说战斗系统 然后结婚系统 然后对 然后还公开了两个会在本作中登场的新角色 导风和郡和 两名新角色 然后游戏8月29号发售 然后官方其实在预告片最后也放了一下游戏的实体典藏版内容 还是挺丰富的 什么设定级 CD 然后还有一个导风的一个小黏土 这种 还不错 我准备买一个 但他参加角色才30多 他会慢慢跟 我觉得 但他那手游里人也太多了 你可别指望他能跟到手游的那手 那这倒是 因为他毕竟全建成立体模型 有新配音之类的 但没有小背法 其实没有 但只有普通的 你们能力的 对 成年人们 普通的背法有吗 有啊 有有有 他小图里有 那还不行了 是吧 凑合玩吧 可惜了 你老是那么 你怎么这样 那么多要求 你老是 凑合玩吧 然后8月29号登陆PS4 希望希望朋友可以购买一份 我卖点DLC 不求你了 他肯定会卖的 我觉得 马上就是你们这些 体力社 他这样 我跟你说 体力社反正也不思进取 也无所谓 就这样 总有些公司是这样的 你像今儿 EA不还发了一个 说什么 玩家们总认为我们是坏人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是 谁说啥是什么 是 这么着急 要哭了似的感觉 爷爷说的是 这个意思是 就我们非常热爱制作游戏 是吗 对 但是以我们这个体验 但是我们更爱钱 不是 这个问题在于 就是我们一旦犯错 然后由于我们这个体量 所以世人皆知 对 废话 你挣多少钱 对 不过他之前 独立游戏那几个倒还行 是 扶持工作室那个 都不错 行吧 但是我觉得他自己 出来说这个事 没什么道理 对 自己说 的确很奇怪 对 今天是7月5号 然后前年 EA发布会公开的游戏 我印象中 好像是叫孤独之海 就是主角是一团黑的 好像是默默的卖了 今天卖的 今天卖的 今天正式发生 回去看一下 对 那个游戏 其实相比较起来 好像没有之前 也扶持了两个独立游戏的 这个宣发的规模更大 像之前 Wayout的 然后包括 其实评价不是特别好的 那个FE 然后 毛线那两 对 毛线的力度 都比这个更大一点 不再清楚这游戏怎么样 因为 就是相对来说 这款游戏 气氛上更压抑一点 然后 对 画面上可能也会 有些人感到不适 因为他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办公益的性质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 看一看相关的新闻和介绍 了解一下 对 行 继续是这个热血系列的新作品 热血硬派国富军外传热血少女 正在公开了 这是Arg System Works 公开的 然后制作的组是这个Way Forward 就是制作这个相提的这个组 对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视频里边 这些角色都很现代 对 都很现代 不是以前那个热血系列那种风格了 特好 特好 腾不做相提新作做这 是啊 挺厉害的其实 挺好的 对 这个组我觉得 是的 然后反正在预告片里边 也大概能看到这个游戏的实际的画面 对 还是不错的 对 感觉 然后主要就是 故事也挺逗的 是 对 这回最大区别就是玩家来当这个女性角色 两名女性角色 这个精子和美沙子的 对 然后前去拯救被绑架的国夫和这个阿力 对 是这样的事 然后所有角色在2D上的风格也都改变了 对 对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是这个组的关系 因为这个组整个游戏的画风都是那样的 对 那种比较可爱的那种 很厉害 我还是喜欢以前方块国夫 因为其实最早热血系列那个logo亮出来的时候 就是国夫帮给一圈 那个特别喜欢 对 但是现在这个从玩法上看 我觉得倒是挺期待的 而且是他官网介绍里边其实还稍微说了一些 就是这个并不是简单的打你一拳 然后你就倒这种 他有丰富的技能 有连续剂 有格挡 然后包括还有投机 然后还有道具使用和角色升级 想他们加跳舞 跳舞 好期待 跳舞可能没有吧 我觉得 遗憾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点新闻 我就直接说完了 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是火炎文章风花雪月 公开这段长达9分钟的预告片 详细的介绍了游戏的各种系统 然后视野观角色 然后后边还说了一下计票的事 对 他有这么喜欢把系统讲这么明白吗 其实我一般都很克制 完全不看 怕你不会玩 我也很看 对 我觉得这游戏 我玩的话 我觉得我理解系统 扣那系统的过程就挺有意思 因为昨天我还跟哈利说 我说这一作肯定会买 因为我觉得 我还挺犹豫的 玩这种类似的这种类型游戏的话 多多少少会到一个时间期间 你想换个口味 就是尝试一下新的东西 确实 反正游戏也很快就要卖了 7月26号 大家可以到时候购买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新闻是 这个预解5系起源 好 公开了预告片 其实是去年TGS上 这个游戏就公开了 对 就是说了在做这个游戏了 这个其实就是预解5系和预解5系2的一个高清复刻合集 对 然后预告片里边又展示了一下游戏的战斗画面 然后几名角色 还有女主角彩他爸 叫龙 他约叔叔叫啃 反正是介绍 然后还介绍了一下 还公开了游戏的主题曲 大家可以去点到这里边听一下 他这个乐队是有什么来头吗 因为我不太了解 这个我还真不太好描述 就我昨天还查了一下 但是我现在对于日本乐队的划分 这种偶像组合 他到底划分我还真拿不太准 他是一个女子组合 但他风格我查的时候很混乱 有人说算死核 然后还有人说算一些别的 根本不敢讨论这个东西 也真不敢讨论 也不敢说些什么 嗓子可以 我听不信那歌 因为我看官推好像还特意圈了一下乐队还是怎么样 然后包括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音乐网站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有些音乐网站也报道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组合为预解武器起源演唱了主题曲 其实劲儿有点类似于不同领域 对 挺好 然后这个游戏是秋季登陆PS平台 好 画面还是那么脏感觉 对 他就主打的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性感的角色 加上这个爽快的这种 但这次预告片 我看没有那么刻意的张扬 他这个角色卖肉或者什么这方面 是 先砍 对 宣传力度 可能大家知道也就知道了 不用太搞那些泪巴刀了 对 然后这边还一个新闻 我照着老白写的念一下 好 就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官网 对外公示了关于四款游戏的 这个著作权授权合同登记申请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都是准与许可 四款游戏分别是 马利欧卡丁车8豪华版 超级马利欧奥德赛 塞尔达传说矿业之息 以及新超级马利欧兄弟优豪华版 好 这是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好像我那天看他们讨论说 这是这个审核的潜质 对 他是在之前的一个阶段 他和审核本身 本身没有关系 对对对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工作流程的前一步 OK 行 是 然后我这边新闻大概是这些 我再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PS用户的话 看一下PS Plus 7EF送的游戏 换了 他是换的 是的 然后对 之前没买的可以直接下载了 犹豫就会败给 挺好的一个事 其实 City里边什么想说 想说 另外一个叫说 那个钢铁苍狼 混沌之战 对对对 8月6号就上了 是有中文 Devore发行 没错 对没想到是Devore发行 其实我们在Devore发行 去年他就宣布了 应该去年就说过 他拿到了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真牛逼 这游戏真太牛逼了 不知道咋形容 然后这肯定要玩一下 这个游戏之前是独占 对 我记得之前 那这都什么时候的游戏了 2004年Xbox日本独占 对 其实有年头了 是 也算是那种就靠着做了 真挺牛逼的 这个从题材到那个演出 真好 挺好 挺好 然后预避这边 我就是 一并要提一下 这个采红6号 现在有个限时活动 一直持续到应该是16号 对 7月2号到16号 叫这个独家决斗时刻 特殊的图里 这是一个3V3的模式 就是大家只能用左轮和那个 对 只能用那个这个BUSG这个限弹枪 那叫限弹枪吗 然后还有这个马格兰 那个LFP586来迎战 就是一个西部题材的 然后这个相关的整个的抬头显示的UI都会有调整 这个准形什么的 就是让大家打的恶化一些 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模式 大家记得一定要玩一下 可以 你说的那个字是雨字头和伞 对 不限弹枪 因为之前纠正你炙热和赤热 后来发现你说的那个字和我理解那个字不太一样 不是一个 对 你说的是烤肉那个炙 我说的是火字盘一只两只的那个赤 两人都没说一块 对 互相纠正 没有文化时间 对 这都不重要 然后之前做影子战术 将军之刃的组 做了那个经典的战术 即时战术游戏 这个赏金骑兵的续作三 最近宣布将举行这个测试 这个游戏我在E3现场看到了 看着完成度还挺高的 也不知道测的时候会是不是用了这个版本 喜欢这个类型的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好 然后再说一个这个Warframe的相关的新闻 请 这个Tenna Cone 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后这个大家这个有有仓属玩家这个在看电视的时候发现这个Tenna Cone 可能会在Tenna Cone放出完整的一个宣传片在已经在影院的院线中上线了 这个应该是在蜘蛛侠之前放的那个广告 然后现在网上有这个流传的就是手机拍的版本 是目前Warframe可能制作最精良的应该是CG的预告片 这个很可能跟他之前聊过很久的全新的新手引导的落地都有关系 这个片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评摄 虽然很粗糙 但是能看到这个片子本身的质量非常非常高 能看到这个玩家的初始三甲 在战斗画面 然后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女性 而且这个很多Reddit上的讨论 很多人推测这个是 他是在讲这个Tenna 屠杀Oran King全族的那个时代的默契的事 很多人认为那个女性 上古时代 对 奔跑的女性是这个莲花 然后说整个这个故事要和新战争有联系 说这么说 具体还不太清楚是什么样子 是个前传故事 对 然后Tenna 说了第一要在Tenna 上演示这个九重天更新的完整演示 就是这个之前代号应该叫Hijack的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无缝的多人合作开这个一个机体 无缝在空间战斗 然后登舰这个协作的这个玩法的完整演示 而这个Tenna 每年也也算是都是这个双手玩家盛会 因为这D维持了一个如此好的社区关系 然后这个整个Tenna 大家也是这个其乐融融 非常棒 目前呢 大家在绑定了Twitch和Mixer账号的情况下 在Tenna 之前观看超过时长的30 应该是30分钟之后会获得一个换文 是Lotus换文 而到时候在这个整个Tenna 开始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连续 在一个特定时间点连续观看30分钟的话 会直接给你一套死灵的Prime夹 这个死灵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辅助和翻用夹 是的 非常不错 大家这个 大家挂一下直播就可以 请看一下 这个真牛逼 真好 特别期待这个片子的完整版 这正式公布 片子非常的精美 而且这个说起这个 那还有别的新闻吗 我刚才说我比较题外的话 你可以说什么 我可以 那你说完再说我再不聊新闻 就说起这个就是与社区关系 还有这个开发过程中的 这个与玩家的讨论 最近有个事情 就是这个战监世界 这个0.8.5上了之后 因为这个航母的改动 也是搞得这个 大家怨言还是依然很多 就是自从这个游戏航母重做之后 大家每天都很暴躁 然后最近他们邀请了一批这个KOL 去这个圣彼得堡参与 他们的这个沟通之后 因为我也在看这个猫叔的这个直播 然后他这两天的直播 分享了很多他的见闻 然后提到了 战监世界要上一个很新的基础系统 这基础系统还挺神奇的 大家可以理解为转生 就是你可以把一条线都退掉 重打 然后这样上你能获得一个东西 可以给你一个船 做一个永久的加值 最多能加三 这么一个 就是Wargaming也知道 这个整个的机制会带来很大的争议 然后他就现在一直在跟社区反复的沟通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这个还挺触动我 也很感动我 就是猫叔用了将近一百多分钟 跟玩家分享Wargaming 给他们的这个航母重置的整个的反省 你看到他们就是列出了详细的数据 首先先说他们要为什么要重做航母 然后说重做航母前后的数据的比较 然后再说 然后再反映说我们哪里做错 哪里做对了 接下来哪里我们认为满意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觉得其实实话实说 Wargaming在无论是坦克世界 还是战舰世界的设计组 在设计能力上 无论是技术力上 还是平衡调整 还有什么等等 设计上还有运营上 可能都有很多不足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为什么要说 在第一之后说这个事 就是他们这种很开诚不公的 然后把自己的热情展现给玩家的 然后知道自己在乎这个游戏 在乎玩家这种态度 其实很棒 这个是一个服务型游戏 或者持续性游戏游戏 一个应该有的态度 且不说他的游戏设计 或者是运营的水平 或者能做到什么程度 而这种状态证明了 就是他愿意把它做好 这个事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很棒 很值得一提 行 OK 那你这边行人这些 对 西总还有要补充的 还有一个是 在这一周的时候 看见一个 一本书 公布了 它的名字叫 颜天先生 颜天聪说过的话 这本书呢 会在7月30号发售 然后 其实 这个书本身呢 一共有7张 然后其中也会有很多 这个 有点类似于 就是他在不同时代 说过的一些比较 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说 就是大家觉得 比较值得纪念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就是 关注 关注任心堂 或者说 一直以来 这个 非常喜欢颜天聪先生的 这些玩家们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这个书本身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想说一个 我去年 前年 一直比较关注 但是今年 不怎么样的游戏 叫做 街霸舞 巧 不是 我不是说游戏质量 不怎么样 就是说 今年运营有点惨 然后呢 CBT2019 依旧会举办 时间是 12月的13号 到15号 对 然后 怎么说呢 就是之前夏宜德 还说过 8月份会有大事 咱们就等着吧 因为8月份是EVO 很多格斗项目 反正在那时候 都会有比赛 包括铁拳 包括大乱斗等等 DOA还有吗 我还真没看 待会我查一下 反正那几天的话 我觉得可能 关注格斗游戏等 我们都会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该有这个 避兰幻想 真可以 因为 那也可以 反正EVO上吧 除了比赛之外 有一些这个 厂商也会选择 在这个时间段 公布一些新内容 对 就不管是 这个已经确认的 这个参赛项目本身 比如说铁拳会不会公布 DLCR这种之外 新作或许也会有消息 所以那个 8月初的时候 还是挺着关注一下 对 然后还有影视方面的几个消息 首先怪奇物语的第三季上了 上了 平均高 这已经上了 大家可以看 直接放完 对 平均非常高 然后再有一个呢 是梁家辉版 深夜食堂 有一个造型 不知造型 谁赞成 谁反对 对 我反对 你看这个8就是这么来的 我的天 电影是8月30号就上了 而且是梁家辉自导自演 然后预告片 有个片你可以看一下 感觉还行 反正不吃泡面 我觉得就挺好 然后还有狮子王的预告 幕后的预告也上了 然后这个片7月12号在国内就供应了 反正会看吧 所以赛事也是最近Ti的预选赛 刚刚已经开打了 每天又到了 看一看 一年一度 也不是一年一度 但是一年好几度 但是这次是最大的一次 到他玩家观战的一个盛会 大家就在看了 根本看不懂了 现在真的有点看不懂 地图技能 装备都不懂 然后还有天气之子 对 这还是Nadia发的 是 又放个新预告 然后前半部分是回顾了 新海诚从02年 星之声开始了 到16年 你的名字 这期间的这些作品 我跟他在日本 还有一个 这个营销做的还挺棒的 是报纸 整个本面的那个 那是你的名字 对 报纸的两面 分别印了一个角色 然后你透过光的时候 就能看到 是两个角色 那个做的真棒 是吧 最近天气之子 快上映之后 宣传这个疯狂法力 很紧密 各种地方 是吧 来来和回 而且感觉天气之子 这个动画里边 本来就接了很多广告 对 有好东西 他那个是不是之前 就是和Boss合作 咖啡 是 他就是各种合作 对 然后 演艺之情真好看 都好看 都好看 当然了 是吧 然后还有两个影视剧 相关的新闻 一个是 这个Netflix版的巫师 或者叫猎魔人 这个放了定中照 大家可以直接看 炸火发的新闻 关于这个各个角色 你们认为 是不是合理的 发表自己的意见 还有一个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勇敢者游戏 是 然后又放了一个新预告 这次的设定 就跟着上次走了 应该是 就是最原初版的 Jumanji 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对 相当于重启 所以重启之后 电子游戏版的Jumanji 的第二部 主题是跟爷打游戏 对 跟老爷们打游戏 对 这次这个 就是玩家变了 角色没变 这事呢 还挺方便的 感觉 对 可能哈特和巨石强森 现在已经绑定了 对 而且还挺 就挺适合 像巨石强森这样 就是挑战挑战 各式各样的表演方式 是挺逗的 别老演那种 硬汉角色 蒙逼脸硬汉 是 对 他之前反正也演过不少戏剧 就因为是应该这个风格 他也拿得起 演员越来越淘气了 是 影视方面的新闻就这些 其实我还有一个影视想说 是这个 《多拉梦》 新的剧场版 公开了 这个新 大熊的新恐龙 怎么又是恐龙 第三次了吧 大熊的新恐龙 对 这个《多拉梦》剧场版 是从1980年到现在 除了2005年的时候没有 每年都在三月份的时候上映 05年没有 是因为05年时候在换声优 对 然后可能当时 本来05年是要做恐龙 然后结果没画完 可能是综合原因 然后就05年是没有剧场版的 然后从06年开始 1980年是恐龙 然后2006年是恐龙 对 现在是新恐龙 对 就好像 但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恐龙的 这个剧场版 对 就综合所有的剧场版来说 我并不是很喜欢恐龙的 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官方那么的喜欢 去做这个的故事 对 但是《多拉梦》剧场版还是非常好看的 我觉得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 其实现在网上应该还能看到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去补一补 你会收获到 跟看TV版《多拉梦》 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TV版那完全就是骗小孩的 对 就反正是这么事 就是《多拉梦》坐在街上 然后胖虎突然来了 然后胖虎欺负他 然后 不是 是大熊坐在街上 对 然后大熊哭着跑回家 然后让《多拉梦》给他一道具 然后《多拉梦》给他一道具 对 然后一开始道具特别好用 然后后来出事了 然后后来又反悔 然后就变成一个事 这就是TV版的调性 对 但是剧场版完全不一样 真的有非常非常 怎么说 就是真的非常优秀做的 我看过两集 我看过两集 里边还有关于家庭的 就是亲情的这些 对 他特别 其实他情感还挺复杂的 里边 就是情感很丰富 优酷 爱奇艺都有 我记得 因为之前反正一直也买会员 我之前还看过两集 然后我看现在就是网上 大家比较喜欢的是 那个《梦幻三千课》 但我也挺喜欢那部 但我最喜欢的是 04年的那个《猫狗时空传》 这个如果大家没看过 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多拉一梦》04年的剧场版 特别特别的 我发现大家 你还真的挺喜欢看剧场版动画 我具喜欢看剧场版动画 之前你说的那个宝可梦什么 你也头头是道了 宝可梦 《多拉一梦》 柯南 剧场版 我狂看 但对战你完全 跟他各不玩对战 各不玩对战 TV版也不太清楚 但剧场版你全都能 玩清 对 太烈了 就狂看 因为真的做得特别好 就剧场版的时候 他会表现出跟TV版 完全不同的一套风格 一套东西 小新的剧场版你看吗 小新的还真没怎么太看 因为小新的TV版动画 我就没怎么看过 小的其实 对 就是没什么情感 对这个 请 听说这边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这还有一个 没发咱们站上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在这个外网上 有一个叫Inferno Plus的用户 他自己自制了一款 这个马里奥吃鸡 这个事其实是在 大概上个月中旬左右 就是有这事 然后他这游戏 我给大家讲一下 是他自己截取了一部分的 马里奥的这个关卡 拼成了那么一段 就跟赛道一样 大家都横着来 还是以前操作 但是呢 你有99个马里奥 在里边跑 你是其中一个 然后他会在那个 上面指一小箭头 写 你在这呢 然后大家就跑呗 但是互相之间不能干扰 没法踩着脑袋呀 或者把人顶着一下之类的 平反凌性 对 但是呢 他你触发这些东西 比如说砖块 道具和一些东西 都可以去互动 比如说你踩一龟壳 你跳下去 龟壳能打死后边的人 但你碰是碰到他的 而且这比如说变大蘑菇 然后吃完蘑菇之后 那花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吃完就没了 只有一个 然后看谁能最后跑到 那个库巴那 把那个斧子给带了 然后去救公主 一二三名有位置 之后你要再跑过 急着跑过去 你只能往前走 走火坑里 对 但很快呢 这个任天堂就 就发来 众权出击 对 可能这有几天之后 或者刚见了苗头 因为他把这个录像什么的 发到自己的那个视频频道去了 然后被任天堂 人也不可能直接采取强行手段 就是警告嘛 绿山警告 警告一次 说那行 然后自己换了换素材 然后过几天之后 任天堂又说你这不行 就因为你把这个视觉元素改了之后 你的这个还是本质上还是码料 等于你要 他那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方面是这么搞的 就是不行 除非你把这些元素什么的都完全换掉 尤其是底层的那些代码或者什么的 就真正重做 然后就大概这意思吧 那也不会说太多 然后等于这是第二次警告 然后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新动作 第二次警告可能就是这月初大概 那没几天 今天刚五号 对 挺快的 是 这是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什么其他厂商 会不会把这个 额磨城 我说的 牛逼这个 对了 但你们六个搞一块 而且他这个不一样的是 它是一个横板 就是纯一条线的横板 鲁磨城那个 大家还是一块打一打 而且你们那是可以 大家分开走 就是你跑这我跑那的 是 反正这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 就是不过马里奥都能做成吃鸡了 现在真的没什么游戏不能做 是的 鲁磨城吃鸡快 搞快点 对 然后我这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的新闻 你算是一个就是自己关注的 就是跟EVE有关的 我们录节目之前 就在之前 然后EVE官方通过推特 公开了一艘舰船的视觉设计稿 改版的视觉设计稿 是一个Artrane 应该叫阿特隆起 是盖伦特的T1级的 应该叫快速护卫舰 反正是小护卫 然后又再一次把一艘 从设计稿来看 再次把一艘不对称船体的舰船 改成了对称船体 然后就跟以前的 比如说黑鸟 黑鸟 突舊 然后等很多船体一样 确实精美了 精美了 但是我个人 我接下来都是我很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不是很认同 CCP在很多年来 很多的舰船的外观重作 当然他从大众审美角来讲 精美了很多 比如说新的灾难级的战略舰船 就是他的审美更现代了 但是实际上要指出的是EVE从最初的时候的那批人 放出的EVE的舰船舰体 有一套非常统一的设计语言 而且这个设计语言和他的故事 是极度相关 而且是充满特色的 当然会有很多人觉得惊人的丑 但是你会觉得他的语言是独特自信的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修改 我实话实说可能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样 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新的银鹰 或者新的鱼鹰 不能说鱼鹰 新的银鹰 新的黑鸟 尤其是新的谢尔布拉斯 就是宁欢级船体的改动 它变得更酷了 这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希望有一些视觉元素 去吸引新玩家 新生代玩家 我觉得你出新船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 这样就是会有很多的修改 破坏了原有的那种美感 而那种原有的美感的独特性 是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是它的标志性 甚至不能说标志性 而是说它气质的一部分 我不认为说你把船改得好看了 或者甚至比如说有点俗气的那种 设计真的就能吸引新玩家留下来 因为能让玩家留下来的 是他可能会被整个的世界运行的形式所吸引 所以我觉得很遗憾 其实大家静下心来看看 可能很多人特别不喜欢G组的船体 那种浑圆的绿色的 然后尤其是不对称的那个不对称之之奇怪的造型 但是你会感觉到 就是你沉上心来去看 它的背后是有非常好的设计员的 让它有它足够的个性 把它宇宙都撑起来 所以整个CDP的这一部分修改 我个人是不是很满意 其实我可以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说一下我为什么喜欢老船体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爱马族的巨型舰船 它的生意源包含了一个痕迹 就是爱马这个种族在会光速跃迁之前 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亚光速的这种 奴隶制的殖民统治的阶段 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巨舰 是滑行 就是亚光速滑行去扩张的那种方法 而爱马帝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 它有很多舰船 是把老船体拆分 很可能那个船体原来设计 就是船版的一部分 然后拆成了独立舰船 它有很多的尤其是巨舰 大吨位舰船有着鲜明的痕迹 这个痕迹可能不会让这个船很好看 比如说它的超级航母 它的航母 比如万古级它有个切面 你能看到里面生活区的样子 这就是你会发现当时 EAE最早的一批的设计者 把那些东西掩而不发的 全都包含在这个设计里 就非常非常棒 非常的有层次 非常厚重 我其实不是很希望CDP一点一点 把它都改 包括老了灾难级船体 那个断裂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改完之后 它上面那种装甲板 确实非常的精美 然后整个船体显得渺小而精致 但是那种规模的美感 那种规模的效应都没有了 它只是改外观了 对 就是只改外观 不过你说这一点 我还挺感同身受 想起来矿石阵 证明说还真是 我当时玩 我特训玩了一格斗游戏 叫苍蝇摩世录 它最开始的请的 在你选人见面的时候 看那2D画 其实特像那种 比较硬派的那种 热血漫画那种画风 结果后来在某一代的时候 抹掉一些细节那种感觉 也不止 他就换画师了 换那画师 把那些人画都跟少女漫画 那种 全变成那种特别 就是慈眉善魔帅哥 什么那种感觉 就感觉很奇怪了 因为可能这个东西 我们说不清设计 但是它其实塑造了 游戏的气氛 那个氛围 你一点一点修改 就可能终有一天会变成 就会质变 比如说因为可能终有一天 就从一个如此独特的游戏 变成了一个给人的感觉 特别敏然众人的游戏 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事还让我 好像挺稀疏的 虽然我还一直在玩 这周想说的新闻 大概是这些 然后这周话题 其实是放暑假了 好多年没放过 是因为看一眼这个 照下不是说上班 就跟放假一样 天天都在放暑假 因为看脸时间 其实七月初 差不多学校都放假了 初中高中大学 应该都放了 我这刚看到一个事 待会儿可以和你们分享一下 那就是其实就要分享一下 你曾经过过的暑假 你都干过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 或者说你曾经过过的 一个最疯狂的暑假 是什么样的 疯狂 对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还很心痛 并没有疯狂过 并没有疯狂过 年轻上没有疯狂过 那你暑假都干什么 就在家待着 玩去 是玩 玩去也疯不起来 玩去不是 野芬怎么玩 是 我就没有 也很少会疯狂 也挺健康的 我本应最疯狂的暑假 就是我刚好结束之后的暑假 魔术世界代理船更连 服气都没砍 是 所以就 很惨 对 疯狂的打到它 我想想 我的暑假 我 其实现在一说暑假 印象中都是那个 初中小学的时候 因为那个 那会儿 我记得是 应该是初中那会儿吧 有两个电视台 拯救了我的暑假 一个是安徽卫视 一个是 芒果台 叫湖南卫视 他们俩 这俩台 就 一个在上午 接近中午 播天龙八部 黄世华版 黄世华演乔峰那版的 然后一个在下午播差不多几数的 天龙八部 然后这俩都互相补 等于我错过一集 什么能再看 就感觉是他们俩 就打包 把这个放映权给买了 是 当年很多电视剧都是这样 对 西游记 西游记后转 对 好多 各种各种各样地方台 其实全是那老几样 对 然后说打游戏的话 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 是小学时候玩GTA3 然后等我父母都上班之后 我就起来 换成VC 然后我当时还有就是我老爷子在那块 除了这么想想 除了中午吃饭之外 或者说上厕所什么的 我都没离开过那椅子 一直等他们下班之前 我把那个给关上 结果当天 有一次真是可以说玩了一天 等他们下班之前我回 然后就感觉 整个人眼睛就发懵 脑袋发懵 然后头疼 偏头疼 然后第二天就发烧了 就是这么一套下来把自己摧残了 玩老发烧 然后高中其实没什么印象太深的 感觉就那么过去了 而且因为高中那会儿 我毕业的那个暑假 其实我紧接着就去日本了 那会儿已经留学了 等于其实我那个暑假 对那暑假相当于没有暑假 就直接去另外一天上学了 那在日本的暑假呢 在日本 在日本的暑假是回中国 一近夏天 那暑假就是跟室友什么的 就是喝点有时候 然后去外边吃点饭什么 然后开始空调 躺 能太阳晒着 但是后边是空调吹着的地方 特别狠 对 然后把自己那电脑 当时下 我下几个国产青春剧 什么小时代 在佐尔 然后那个至青春 这几个 我都是在一个暑假看的 而且 对 那看完那之后 其实过几天就回国了 是为了回国 跟他们有的聊 是吗 对 就是随便看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想到这了 其实那还没毕业 就是中途决定回国待会儿 然后就跟室友什么的 就一块看那个 现在想也挺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大家挺好看的感觉 对 所以看着这个就是 我暑假 我暑假一定会看的一个动画 是那个望想决定会 每次都会 而且还要 配合这个看 看东西还有一点 就是 我这个高中毕业之后 只有暑假和寒暑假 主要是暑假 回家吃到这个 福顺的这个特产 那个麻辣 这个味道 对我来说就是假期的味道 现在北京也有了 是啊 正宗的还挺不错 反正这个挺逗的 还真是 我高中的暑假 还有一点 就是我那个时候 沉迷看电影和剧 那个时候 一种奇怪的执念 每天都会看一幕电影 就假期中 那挺好 但在外也不能看 对 然后后来中间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各式各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不看电影 我都想起来发生什么 伤了你的心 看伤了 对可能是看伤了 很逗 可能看了小时代 练起来了 对 可能是富城山基组长 那同大为 那太过去了 不行了 Deve Down的Fantasy 西总刚刚是想说些什么 我先说我的吧 行 我印象特深的一个暑假 是北京山澳春宫那年 那可太早 时代感 对 因为我 我说实话 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事 就没什么概念 一点概念都没有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当时住在我姑姑家 然后拿我姐的电脑玩先见 然后正逮那个路 你知道吧 就是放那个夹子 然后在迷宫里边追那个路 怎么想 怎么着给他堵到那个地 然后我正跟着头疼 说怎么 他老跟我转圈 然后我听 哇一声 就是隔壁 我姑姑和姑姑在这叫 然后半分钟之后 楼下的小区开始放炮 放炮放炮 然后有人吹喇叭 然后 是吃锁那 不知道 但你已经记不清了 然后再过一会 就有人上街了 然后我从楼下看 也就疯了 后来我 对 后来我把路逮着之后 我才出去问 说什么情况 说是澳成功了 然后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 这俩子是什么情况 然后后来 身门奥运会成功了 我家里边都很开心 但是没到上街的时候 北京里边还挺疯的 真好 可能因为就在北京办 现在就是北京这城市 对 然后这个不是是在 01年的时候 身门成功 然后后来感觉 好像奥运会 其实对我们这一代人 印象还挺大的 因为等于是在正式举办 之前7年的时候 就有很多国人 在关注这个事 当时自己还小 对这些事 就是完全的 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还有一年 暑假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高考结束 高考结束之后 我才开始熬夜 我之前从来没熬过夜 然后就高考之后 就觉得 因为临近高考的时候 我身边好多同学 就说不行 昨天熬夜写卷的什么的 然后就很好奇 然后就尝试了一把 就尝试了一次 24小时没睡 就说试试难不难受 什么的 但是当时仗着年轻 身体还不错 没有什么感觉 那干嘛当时 就玩 玩点闹 那还比较快乐 当时 对 就是挺高兴的 然后 但是就 我印象中 要是没记错的话 好像就是从 那个时候之后 就是生活节奏 就特别不规律 大学也没有人管 是 对 然后这个 冲华们就一直带到了工作之后 那几年 就发现 其实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朋友 还听节目 能不熬夜还是不要 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就是可能要过了好长时间之后 你才会发现身体状态 不会很好 然后有很多疾病会找上门来 然后发泡 什么这种 就是能不熬夜 尽量就不熬吧 对 但我当时初中的时候 特别喜欢熬夜 但就是对我来说 熬夜 它并不是一个说 说我心里要下定决心 要干什么 说我今天要干这个事 然后是熬夜 而是干着干着就熬夜 熬夜是一个被动的笑容 是因为我干了别的事情 然后导致我熬了夜 对 然后那时候暑假 就跟我的堂哥 堂哥 然后他也没大我几岁 大我四岁 但是也不算很大的 这个年龄差距 所以就都喜欢玩游戏 然后玩游戏的 就喜欢的游戏作品都差不多 然后就是暑假的时候 我会回我奶奶家那边 然后之后我哥也在那边 然后就每天 就是坐在电脑前边玩游戏 狂玩 然后就真的是玩到 根本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 对 就有那么几回 我真的是 我以为现在是晚上 然后就因为玩电脑 就是没有窗户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 但是就以我自己这个心理状态 我觉得是这个是什么时候 但我出去吃看 就我出这个屋 然后看到外边的时候 发现并不是 对对对 但是当时也并没有什么这个副作用 也没什么感觉 就是累点 然后第二天睡觉就好了 这种 所以有初中时候有那么大概两个暑假 是这样度过的 梦梦傲夜 然后到后来 就是我初中的时候 我从来上课没睡过觉 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困过 在上课 身体太好了 是 所以我特别好奇 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上课时候犯困 这个不赖你自己 这个取决于老师 对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 高一的时候也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所以高一的时候 我每天夜里偷着玩游戏 就是我一般当时是10点多 快11点 就躺床上 假装说我要睡了 然后等我八分钟睡之后 你再起来 我再偷偷的起来 然后当时是玩NDS 然后就偷偷的玩NDS 然后大概能从12点一直玩到4点多 我去 然后玩到4点多之后睡觉 然后睡到大概早上6点半 然后起来去上学 就什么感觉也没有 对 但是后来上高二之后 突然有一天 你睡了一觉 就是下午第一节课是数学课 然后数学课是我们班主任教 然后那个人 那个老师就是讲课 就是特别的沉闷 然后就突然我就睡着了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才知道原来 上课睡觉这么爽 对 就是上课是可以放困的 就是上课是会放困的 而且停不下来 是 对 就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自己成长了 我高考完暑假 特别感谢NDS 我好玩了 这么好 那游戏太多了 轮着玩玩不玩 仓越十字架 狂玩 太好玩了 暑假还是挺快乐的 是 你想干嘛干嘛 你要是小的时候 可能是 比如说有爷爷奶的活 老老老是住在另一个家 可能有时候家长会送过去 比较没法陪你一块一起放假 对吧 你没准就能和自己的各种哥哥姐姐妹们一块玩 对 一说这我突然想起来 我上高中时候 当时就沉迷玩一款FPS的网游 叫什么特种部队 是吧 什么 我记得 一个 然后当时特别沉迷 狂玩 但那个时候你跟别人一块玩网游 就还没有这种很先进的语音功能 怎么办 就给人家打电话 就是 就是每天早上我爸妈出门去上班了 然后我爬起来 把电脑开开 然后开始给同学打电话 然后他也在家 然后我们俩就玩一上午 然后这电话就不断 然后后来 后来交电话费那天 然后我爸就问我 说你平常 屎下在家的时候都干嘛 我说我上午写屎下作业 叫什么的 然后他说 他说你是不是老打电话来的 我说我有人提议不会 然后他跟我同学打电话 自圆其说 反正还是很感谢 现在语音通讯技术 这个进步 我回叔叔还得问 不是都把波二上网取消了吗 怎么还这么大电话单 对就反正真是 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暑假 我觉得还是挺疯的 各种事 但是现在因为上班了 你会发现暑假的咱们来说 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就也没有暑假的概念了 现在 是你到一些特殊的地方 你才会想起来 有暑假了 对 你去看个电影 发现周围前是海了 是 其实 就是工作之后 你想更多的是别的一些 这个法定阶下室 对 对 十一 五一 春节 什么 就是包括 就是有时候上班路上 今天没有家长来接 对 对 因为一到开学的时候 你发现又有好多学校门口 停满了四驾车 和大爷大妈们 等着小三轮这种 假期反正对咱们来说 已经没有了 对 所以希望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 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还在上学 你还有暑假 你还处于这个有暑假 这个年龄段 对 你现在在房价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然后最后 最后给各位分享一个刚才我说想给你们看的东西 就是我一个朋友 刚才呢 去电影院看了蜘蛛侠 然后呢 他突然发现和一些孩子们在一起看 然后这个是当时的视频 最后会放在时间轴里 请大家欣赏 可以 这是什么 这 手舞组导 为什么 就是他隔壁的 他不光是这两个孩子 他全场全是孩子 他不知道是改上了这个学生场 还是说就是正好是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 不是为什么要跳舞 不知道 看的是4DX版 没什么道理 神经错乱了 所以大家谨慎选择观影场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影体系 这电影院跳舞 没什么道理 有一个孩子是模仿蜘蛛swing的那个 那还挺不像的 我待会跟哈利说放在时间轴里 请大家观赏 行吧 那这期节目其实主要就是聊这个放暑假 你会干些什么 或者说你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干过些什么 然后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器里边尽情留言 分享自己故事 然后时间差不多 这期新闻节目就先到这了 咱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别中暑啊 好